本分局于卓四日晚间接获110转报 称市区某医院有枪伤病患 经派员了解 系陈姓被害人等事人 与黄姓范贤及其蔡姓友人等两人 因回收科棚材料问题发生纠纷 双方约定于11月4日20时取 在喜数路222项附近谈判 唯双方一言不合发生户殴 黄贤遂取出手枪以枪托击打郭姓被害人头部后 再击发两枪 其中一枪击中陈姓被害人 贯穿其右手前臂 另一枪射击地面 造成匿名郭姓被害人脚步擦伤 受伤三人 经送医 均无生命危险 本分局立即与警察局刑警大队组成专案小组全力查气 针对黄贤亲友及交往对象逐一清查 黄贤自治无法常逆 于今天凌晨2点40分 在律师陪同下西线至本分局投案 本案发生后6小时迅速破案 本分局将深入调查黄贤犯案动机 并向上追查呛之来源 全案于证讯后依涉嫌杀人未遂 及违反枪炮条例 以请台南地监署征办